谁才是仿车轮中的天花板 喜马诺斯泰拉 还是达瓦伊克斯 两个大厂的巅峰之座 到底谁才是仿车轮中的天花板 这一颗是最新款的 喜马诺斯泰拉 顺滑无比 这一颗是最新款的达瓦伊克斯 顺滑无比 这一颗是上一代的喜马诺斯泰拉 顺滑顺滑无比无比 这一颗是上一代的达瓦伊克斯 顺滑顺滑无比无比 这一款是上上上代的喜马诺斯泰拉 顺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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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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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是上上上上上上上一代的喜马诺斯泰拉 顺滑顺滑顺滑无比无比 作为鱼巨界的两个最大的品牌的最顶级仿车轮 到底谁才是仿车轮中的天花板 两颗轮的数据无需多讲 小鹏大咒今天只说自己的感受 新款的喜马诺斯泰拉重量上比达瓦伊克斯要略重两公司左右 顺滑程度 喜马诺斯泰拉和达瓦伊克斯其实是不分伯仲 新一代的喜马诺斯泰拉比上一代的摇起来的质感更加顺滑 齿轮的密度更加紧密 新款的斯泰拉在制作精度上比上一款又有一个质的提升 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提升 我认为是在我们快速摇轮收线的同时 这个线绕在线杯上的上下的速度减缓了很多很多 我转的再快 线杯上下绕线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均匀 而且缓慢 新款的达瓦伊克斯重量比斯泰拉要轻两盎司左右 新的一款伊克斯较上一款对比来讲 我个人认为只是外观上有一个提升 在使用和摇的这个质感上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绕线速度就比我们刚才展示的斯泰拉要快很多了 当然了这一代唯一的改进和上一代不同的是 我们导线的这个开合感比上一代细了好多 之前前几代的所有的伊克斯都没有这么细过 这一颗用了十多年的喜马诺斯泰拉 顺滑度依然在 但是齿轮的咬合度和精度有明显的声音磨损 当然了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十年前的斯泰拉2500和如今的斯泰拉2500 大小上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十年前的就像爷爷 现在的就像孩子一样 但是这一代的斯泰拉 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斯泰拉 顺滑依旧 整个刹车声音非常非常的精密 还有就是它的刹车的微调度 非常非常的percise 上一代的伊克斯 我只是用它来调精细做调 涂的就是它的重量轻 如果你是为了调巨物 或者用操作力量非常强大的鱼耳 不建议使用伊克斯 伊克斯的设计是为精细做调而准备的 如果你问小冯大咒 喜欢斯泰拉还是伊克斯 那么我的回答是两颗我都喜欢 因为这两颗轮是完全完全不一样作用的轮 它有什么可比性呢 逮瓦伊克斯极致的轻量化和顺滑度 我会用它来调极致的精细做调 喜马诺斯泰拉耐用精品的做工 我会用它来和深水中的大鱼搏斗 那你问我这两个轮我到底怎么选呢 我们都是成年人 做何选择 两个都要用 轮子买得再好 搭配错了鱼竿 搭配错了鱼耳 那么它对你来说就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这两颗轮子它都有分别的作用 像我们在调精细做调 而且特别精细做调的时候 追求整一个做调的设备的轻量化 那我会一定会选择伊克斯 那我们在做调深水区的精细做调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选择斯泰拉 它的重量和拉力整个顺滑度 整个结构的耐用程度 肯定是斯泰拉略胜于伊克斯 但是伊克斯的重量 斯泰拉是比不了的 所以说两颗轮都有它自己的优点 来自于鱼具界两个主流大厂的顶级仿车轮 没有谁是最好的 只有哪一个更适合你使用的 做调环境和做调用耳 作为小鹏大咒来讲 两颗轮都是非常好的轮 只是它们的用途和功能不同而已 在做工和精密度上面都是不分伯仲的 那么你对这两颗轮有什么看法 我们评论区见 小鹏大咒 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